各位好 我是永章 今天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屏東市公館的一間透天 那公館位於我們的屏東市的進出口 它要往我們的屏東市的市區也非常近 那要往高雄萬大橋還是高平大橋 都是相當的近 那這間房子它是有重新有翻新過的 那這間房子就在我的身後的這間房子 那我們就進來看囉 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房子的整體的外觀 它有做重新拉皮 然後就是它的零路 這個房子的零路大約是3米 所以這一間房子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它的車輛的進出上 是比較不便利的 最大的 我認為是停機車是最好的啦 汽車在進出上就沒有這麼的方便 那這邊是它的客廳 客廳的感覺滿開闊的 那這邊就是它的一個置物櫃 它做這個置物櫃也有一個優點就是將後面的樓梯呢 它會做一點阻隔 那旁邊就是它的小吧台的一個位置 那整棟的衛浴它都有翻新過 那整棟的衛浴它都有翻新過 這邊還有一個小空間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空間 那坐向呢它是坐北朝南 那這邊就是它整體的一樓的格局 那我們就往二樓的方向囉 它二樓跟三樓都是兩間 臥室 然後衛浴呢它都是規劃在後面的房間 那這家巷 然後裏發現它是由對外窗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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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就往三楼 二楼跟三楼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这个卫浴在使用上是比较没有那么便利的 除非一个楼层呢 就是两个房间一起使用这样 那这也是它的一个顶楼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的是我们屏东市的公馆透天 那这间房子的优点就是它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那缺点就是它的停车问题 那这些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我们就上次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